当年歌仔戏全盛时期 造就了不少知名小生、小蛋 其中杨丽花、小明明、柳青、叶青 更是凭借俊美的伴相 掳获了不少粉丝的心 被誉为歌仔戏四大天王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现在的他们都怎么样了呢 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细细粒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 曾经的歌仔戏 一人是一男妈妈 台湾歌仔戏四大天王之一的小明明 五年前在家里跌倒 后脑勺严重撞伤 被家属发现后紧急送医 但抵达医院前 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最终回天乏术 享受75岁 消息一出 演艺圈好友纷纷震惊 雨雪凤气不成声 许多昔日歌仔戏搭档也哀痛万分 忠实歌迷们追思不已 人在马来西亚宣传新专辑的十一男 听到消息后悲痛至极 马上回台处理后事 经纪人表示他很坚强 但错过母亲最后一面 终究令人心疼 十一男与小明明感情深厚 先前他举行紫色大道城开进记者会时 妈妈还坐在台下看着他受访 眼里尽是关爱 有一次妈妈生日 十一男更承诺 要当妈妈永远的骄傲及依靠 一番话如今看来 不免令人比酸 而十一男也是演艺圈中出名的孝子 他事业有成 认真拍摄多部戏剧 还曾推出个专辑 工作收入也都拿来支持妈妈的剧团 力挺台湾传统文化传承 作为一代当红歌仔戏小生 小明明在戏台上 眼尽悲欢离合 现实生活却也如戏坎坷 当年他红透半边天 追求者络绎不绝 但他偏偏爱上了 曾经离过婚的制作人师傅雄 遭家人极力反对 年轻貌美的他 为了爱情不惜未婚生子 这段过往也曾被十一男 在访问中提到 他透露妈妈怀姐姐时 躲一年偷生小孩 后来即便生下他 依然每穿过婚纱 与爸爸公开举行过婚礼 而这也成为小明明一辈子的遗憾 十一男年仅15岁就出道 17岁前 爸爸突然因病过世 剩下他和姐姐妈妈相依为命 不过小明明既使丧夫 仍打起精神跟孩子们一起努力 创立名下歌剧团歌仔戏圈 致力于传承台湾传统戏剧文化 一路坚强打拼 只可惜风光了一辈子的小明明 最终意外逝世 而他所在的唱片公司也宣布 即日起新专辑相关宣传行程 全部暂停 昔日巨星陨落 只留家人好友及戏迷无限追忆 二 柳青 此前台湾媒体报道 昔日歌仔戏小生柳青 因心脏病过世 享年72岁 他从台语电影起家 后转站小荧幕 生前曾和杨丽花 叶青 小明明 并列为歌仔戏四大天王 二十多年前淡出圈子后 鲜少和圈内人来往 休息 柳青此事前瘦到只剩三十五公斤 但亲友说他走时面容安详 柳青曾是红极一时的歌仔戏演员 1962年凭借台语电影《孙斌下山》 迅速窜红 拍摄国台语电影《近百步》 是当时影坛的一大要角 1969年中世开播 他受邀加入中世歌剧团 与王金英成为电视歌仔戏 《荧幕情侣》 1973年时 他参加台式联合歌剧团 和杨丽花从台语片到歌仔戏 陆续合作 直到1985年时 他转战中世演出 最后一部作品《维汉公院》 他在其中饰演刘盈 之后便逐渐淡出电视圈 二十多年前 柳青第一次动心脏手术 之后便淡出演艺圈 多年来魏家 仅收养哥哥的女儿 不过他是出了名的疼爱孩子 和女儿及孙子孙女 全都互动得不错 平时独居 经济状况无余 听闻他去世的消息后 昔日歌仔戏战友们 文讯都很错愕 陈亚兰曾转述杨丽花心情 阿姨很惊讶 虽然很久没联络 但情依还在 叶青和柳青 在演台语片时期相识 之后柳青到中世 演电视歌仔戏 引荐叶青进电视圈 让叶青就此展开 长达46年的演艺之路 叶青说 柳青扮相很帅气又美丽 我们拍台语片时 年纪都很小 无忧无虑 3.杨丽花 台湾国宝级歌仔戏艺人 杨丽花 今年已经77岁了 虽然鲜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但她并没有退休 不久前还担任 陈亚兰制作主演歌仔戏 嘉庆军游台湾的艺术总监 而国家影视厅中心 董事长蓝祖卫 也于日前贴出和杨丽花的合照 网友们一看近况 惊呼连连 蓝祖卫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晒出和杨丽花的合照 并忍不住赞道 世纪传奇就在正前 双目一睁 电力四射 同体苏麻 眼睛的魔力 她比谁都清楚 表示自己跟杨丽花搭肩合影 是何等荣幸 却还能现场听她说 60年前在电台唱歌仔戏的王室 一个麦克风 即使只穿着蝙蝠 也可以当场开始搬戏 手指怎能不画云 身段怎能不款摆 嗓子就这样唱了开来 现场见证到一代传奇 肉身是凡 何等不凡的午后 众所周知 杨丽花是50到60年代 台湾知名歌仔戏野台戏演员 也是台湾电台歌仔戏电视歌仔戏的创始者 她于1970年代所组成的台式歌仔戏团 不仅让歌仔戏得以在电视媒体上流传 也培养了诸如陈亚兰 继力如潘莉莉 简佳玲 叶丽娜等歌仔戏名林 杨丽花39岁时 嫁给了大她8岁的红文栋 甚至为照顾红文栋 以前妻生下的四个孩子 不惜不要自己的孩子 当个称职的寂寞 后来更为妖子放下歌仔戏事业 常奔夏威夷配读 有读者曾向一周刊爆料 称阿花姐为红文栋付出一生 所以阿花姐打算把自己的份要回来 意思就是说 红文栋的事业 杨丽花也有投资 杨丽花还曾出钱 帮红文栋解决纠纷 熟了红文栋私下分好家产 却不算杨丽花一分 伤心的杨丽花 这才决定离婚 当年迷恋杨丽花的人多得是 但她却偏偏爱艺人 为爱甘愿付出 她曾说 目前我是大众情人 婚后我永远只做红文栋一人的情人 然而红文栋却是不同 其实红文栋婚前曾和最美丽主持人 白嘉丽交往 一度论及婚嫁 但最后她却选择娶杨丽花 两人结婚35年 一直给外界展现间谍情深的形象 晚年却屡传婚变 甚至还有小三介入 但杨丽花始终力挺丈夫 或许她也没有想到 自己吃力不讨好 最终连家产都没资格分 甚至丈夫都已经过世两年 她至今还得为先生的丰富情史善后 实在是令人唏嘘 四 叶青 叶青出生在戏班世家 是家中四子里的老妖 常年随着戏团表演到处迁移 跑过龙套也串场过童生 却一直没有正式成为歌仔戏班成员 16岁那年 她出来工作赚钱 在女星江青霞介绍下 开始演台语剧 一路从小角色演到主角 遇到柳青后 幸运地被挖角进中式歌仔戏团 从此展开她的唱戏人生 叶青早年多饰演帅气小生 冷峻角色 参演过多部作品 包括《七侠舞异》 《三国演义》《西汉演义》 不管是一正一邪的白玉堂 还是豪迈爽朗的关公 她都能驾驭自如 演得唯妙唯肖 终于闯出一片天的叶青 后来自理门户成立了叶青歌仔戏团 还多次获得金钟歌仔戏奖项 而她最后一次演出 已是二十年前公式的《情怀烟雨》 当年大红大紫时 叶青甚至遭传和杨丽花 有余量情结 一山不容二虎 事实上两人都是统圈子的朋友 完全没有任何芥蒂 杨丽花好几次公演 叶青都有上台献花 叶青还坦言 是以对待前辈的心 尊重并敬畏杨丽花 为了完美诠释人物 叶青会去找相关历史书籍 演到关公 关阴等神明 她还会吃素 沐浴 再近棚演出 两年前 叶青在宜兰开了叶青戏剧馆 后来由于疫情影响 只开了八个月 就因为没有游览车光顾 而彻底关门 被问到是否要付出时 叶青连连否认 无奈地表示 制作费哪可能像以前那样 她不会恋战从前 认为以后怎么走才最重要 如今已经74岁的叶青 在事业方面已含有作品出现 近年来反倒专心经营女娲食生意 她曾多次表示 自己现在过得很舒服 很自在 叶青向来很宅 疫情期间不能出门 她反而没有不习惯的地方 女儿跟老公虽已定居在上海 但还有个侄子会来家里帮忙准备餐食 她从十几年前开始就不碰香烟 盖抽烟草 平时晚睡 不太会运动 也一直很少跟演艺圈有联络 最多和老友叙叙旧 比如迪梅 游美芳 现在的叶青活得悠闲 对妻开头也不害怕 她说人活着心里快乐 年纪并不是重要的问题 那只是提醒你几岁了 应该要做什么 像年轻时可以乱讲话 老了就会被笑 年纪是给你约束自己用的 很多人赞她 看来依旧年轻好看 她也很洒脱地说 不管怎样好看总不比以前嘛 自己都比不上自己的以前了 要是再出来被说 哎 你老了 其实谁不老啊 我什么都没有 但我活得很自在 曾经的四大哥仔细天王 有的已经辞世 有的人在好好生活 但不管怎样 她们的作品依然成为了一大经典 永远留在了观众心中 当年歌仔戏全盛时期 造就了不少知名小生 小蛋 其中杨丽花 小明明 柳青 叶青 更是凭借俊美的扮相 掳获了不少粉丝的心 被誉为歌仔戏四大天王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现在的她们都怎么样了呢 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嘻嘻力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 曾经的四大哥仔细天王 一 明侠 一人失忆男妈妈 台湾歌仔细四大天王之一的小明明 五年前在家里跌倒 后脑勺严重撞伤 被家属发现后紧急送医 但抵达医院前 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最终回天乏术 享受75岁 消息一出 演艺圈好友纷纷震惊 于雪凤气不成声 许多昔日歌仔戏搭档 也哀痛万分 忠实歌迷们追思不已 人在马来西亚 宣传新专辑的十一男 听到消息后悲痛至极 马上回台处理后事 经纪人表示 她很坚强 但错过母亲最后一面 终究令人心疼 十一男与小明明感情深厚 先前她举行紫色大道成 开进记者会时 妈妈还坐在台下 看着她受访 眼里尽是关爱 有一次妈妈生日 十一男更承诺 要当妈妈永远的骄傲 及依靠 一番话如今看来 不免令人鼻酸 而十一男也是 演艺圈中出名的孝子 她事业有成 认真拍摄多部戏剧 还曾推出过专辑 工作收入也都拿来支持妈妈的剧团 力挺台湾传统文化传承 作为一代当红歌仔戏小生 小明明在戏台上 演进悲欢离合 现实生活却也如戏坎坷 当年她红透半边天 追求者络绎不绝 但她偏偏爱上了曾经 离过婚的制作人 师父雄 遭家人极力反对 年轻貌美的她 为了爱情 不惜未婚生子 这段过往 也曾被十一男 在访问中提到 她透露 妈妈怀姐姐是 躲一年偷生小孩 后来即便生下她 依然每穿过婚纱 与爸爸公开举行过婚礼 而这也成为小明明 一辈子的遗憾 十一男年仅15岁就出道 17岁前 爸爸突然因病过世 剩下他和姐姐 妈妈相依为命 不过小明明既使丧夫 仍打起精神 跟孩子们一起努力 创立名下歌剧团 歌仔戏圈 致力于传承 台湾传统戏剧文化 一路坚强打拼 只可惜 风光了一辈子的小明明 最终意外逝世 而他所在的唱片公司也宣布 即日起 新专辑相关宣传行程 全部暂停 昔日巨星雨落 只留家人好友及戏迷 无限追忆 二 柳青 此前台湾媒体报道 昔日歌仔戏小生柳青 因心脏病过世 享年72岁 她从台语电影起家 后转站小荧幕 生前曾和杨丽花 叶青 小明明 并列为歌仔戏四大天王 二十多年前淡出圈子后 闲少和圈内人来往 就是 柳青此事前瘦到只剩三十五公斤 胆气又说她走时 面容安详 柳青曾是红极一时的歌仔戏演员 1962年凭借台语电影《孙斌下山》 迅速窜红 拍摄国台语电影《近百步》 是当时影坛的一大要角 1969年中世开播 她受邀加入中世歌剧团 与王金英成为电视歌仔戏 一目情侣 1973年时 她参加台式联合歌剧团 和杨丽花从台语片到歌仔戏 陆续合作 直到1985年时 她转战中世演出 最后一部作品《维汉公院》 她在其中饰演刘盈 之后便逐渐淡出电视圈 二十多年前 柳青第一次动心脏手术 之后便淡出演艺圈 多年来魏家 仅收养哥哥的女儿 不过她是出了名的疼爱孩子 和女儿及孙子孙女 全都互动得不错 平时赌居 经济状况无余 听闻她去世的消息后 昔日歌仔戏战友们 文讯都很错愕 陈亚兰曾转述杨丽花心情 阿姨很惊讶 虽然很久没联络 但情意还在 叶青和柳青在演台语片时期相识 之后柳青到中市演电视歌仔戏 引见叶青进电视圈 让叶青就此展开长达46年的演艺之路 叶青说 柳青扮相很帅气又美丽 我们拍台语片时年纪都很小 无忧无虑 三 杨丽花 台湾国宝级歌仔戏艺人 杨丽花今年已经77岁了 虽然鲜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但她并没有退休 不久前还担任陈亚兰制作主演歌仔戏 嘉庆军游台湾的艺术总监 而国家影视厅中心董事长蓝祖卫 也于日前贴出和杨丽花的合照 网友们一看近况惊呼脸脸 蓝祖卫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晒出和杨丽花的合照 并忍不住赞道 世纪传奇就在正前 双目一睁电力四射 同体苏麻 眼睛的魔力 她比谁都清楚 表示自己跟杨丽花搭肩合影 是何等荣幸 却还能现场听她说60年前 在电台唱歌仔戏的往事 一个麦克风 即使只穿着蝙蝠 也可以当场开始搬戏 手指怎能不画云 身段怎能不款摆 嗓子就这样唱了开来 现场见证到一代传奇 肉身是凡 何等不凡的午后 众所周知 杨丽花是50到60年代台湾知名歌仔戏野台戏演员 也是台湾电台歌仔戏 电视歌仔戏的创始者 她于1970年代所组成的台式歌仔戏团 不仅让歌仔戏得以在电视媒体上流传 也培养了诸如陈亚兰 继力如潘莉莉 简佳玲 叶丽娜等歌仔戏名名 杨丽花39岁时 嫁给了大她8岁的洪文栋 甚至为照顾洪文栋 与前妻生下的四个孩子 不惜不要自己的孩子 当个称职的寂寞 后来更为妖子放下歌仔戏事业 常奔夏威夷配读 有读者曾向《一周刊》爆料 称阿花姐为洪文栋付出一生 所以阿花姐打算把自己的份要回来 意思就是说 洪文栋的事业杨丽花也有投资 杨丽花还曾出钱帮洪文栋解决纠纷 熟了洪文栋私下分好家产 却不算杨丽花一分 伤心的杨丽花这才决定离婚 当年迷恋杨丽花的人多得是 但她却偏偏钟爱艺人 为爱甘愿付出 她曾说 目前我是大众情人 婚后我永远只做洪文栋艺人的情人 然而洪文栋确实不同 其实洪文栋婚前曾和最美丽主持人 白嘉丽交往 一度论及婚嫁 但最后她却选择了取杨丽花 两人结婚35年 一直给外界展现间谍情深的形象 晚年却屡传婚变 甚至还有小三介入 但杨丽花始终力挺丈夫 或许她也没有想到自己吃力不讨好 最终连家产都没资格分 甚至丈夫都已经过世两年 她至今还得为先生的丰富情史善后 实在是令人唏嘘 四 叶青 叶青出生在戏班世家 是家中四子里的老妖 常年随着戏团表演到处迁移 跑过龙套也串场过童生 却一直没有正式成为歌仔戏班成员 16岁那年她出来工作赚钱 在女星江青霞介绍下 开始演台语剧 一路从小角色演到主角 遇到柳青后 幸运地被挖角进中式歌仔戏团 从此展开她的唱戏人生 叶青早年多饰演帅气小生 冷峻角色参演过多部作品 包括七侠武艺 三国演艺西汉演艺 不管是义正义邪的白玉堂 还是豪迈爽朗的关公 她都能驾驭自如 演得唯妙唯肖 终于闯出一片田的叶青 后来自理门户成立了叶青歌仔戏团 还多次获得金钟歌仔戏奖项 而她最后一次演出 已是二十年前公式的情怀烟语 当年大红大紫时 叶青甚至遭传和杨丽花 有余量情结 一山不容二虎 事实上两人都是统圈子的朋友 完全没有任何芥蒂 杨丽花好几次公演 叶青都有上台献花 叶青还坦言 是以对待前辈的心 尊重并敬畏杨丽花 为了完美诠释人物 叶青会去找相关历史书籍 演到关公 观音等神明 她还会吃素 沐浴 再进棚演出 两年前 叶青在宜兰开了叶青戏剧馆 后来由于疫情影响 只开了八个月 就因为没有游览车 光顾而彻底关门 被问到是否要付出时 叶青连连否认 无奈地表示 制作费哪可能像以前那样 她不会恋战从前 认为以后怎么走才最重要 如今已经74岁的叶青 在事业方面已含有作品出现 近年来反倒专心经营女娲食生意 她曾多次表示 自己现在过得很舒服 很自在 叶青向来很宅 疫情期间不能出门 她反而没有不习惯的地方 女儿跟老公虽已定居在上海 但还有个侄子会来家里帮忙准备餐食 她从十几年前开始就不碰香烟 盖抽烟草 平时晚睡 不太会运动 也一直很少跟演艺圈有联络 最多和老友叙叙旧 比如迪梅 游美方 现在的叶青活得悠闲 对妻开头也不害怕 她说 人活着 心里快乐 年纪并不是重要的问题 那只是提醒你几岁了 应该要做什么 像年轻时可以乱讲话 老了就会被笑 年纪是给你约束自己用的 很多人赞她 看来依旧年轻好看 她也很洒脱地说 不管怎样好看 总不比以前嘛 自己都比不上自己的以前了 要是再出来被说 哎 你老了 其实谁不老啊 我什么都没有 但我活得很自在 曾经的四大哥仔系天王 有的已经辞世 有的仍在好好生活 但不管怎样 他们的作品依然成为了一大经典 永远留在了观众心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